范例影片 跑马灯转换细节 本段影片介绍如何将规划好的 MSD 图转换成可用的阶梯图 此处以教学影片中的跑马灯练习作为范例 可以用对应的 Ladder 档案在模拟器上实际测试 与教学影片中相同 将跑马灯的规格一步步转换成 MSD 状态图 需规划好每个状态的先后关系与进入条件 还有输出装置 状态 A1 就续状态的转换说明 1. 起始条件有两个 第一个是 A0 开机上缘触发 第二个是 A4 状态下 TM3 接点导通 2. 保持条件 A1 自己的接点 3. 输出装置 O1 O2 O3 关闭 4. 终止条件是 A2 状态启动 状态 A2 红灯亮的转换说明 1. 起始条件是 A1 状态下 S451 ON 2. 保持条件是 A2 自己的接点 3. 输出装置 O1 ON TME 开始计时 4. 终止条件是 A3 状态启动 4. 状态 A3 黄灯亮的转换说明 4. 与 A1 A2 状态非常类似 4. 用相同的方法编写阶梯图 5. 各个条件请键画面中图案的编号 5. 状态 A4 绿灯亮的转换说明 5. 与前面的状态写法十分类似 5. 注意其中 A1 是 A4 的下一个状态 6. 所以 A4 是 A1 的终止条件 6. 最后是范例阶梯图 6. 对照完整动作规格的时序对应 6. 开机完成的就绪状态 7. 按下开始键后 7. 红灯亮起 3. 三秒钟后换黄灯亮 4. 在三秒后换绿灯亮 5. 绿灯亮三秒后关闭 恢复就绪状态 4. 水有清心 5。绿灯亮起 3. 红灯亮起 破坏 6. 绿灯亮起